我們先請莫華跟大家講 什麼叫公私債 介紹一下 一定要來上課 大家應該有聽過 這個國債對不對 也有聽過公私債 那所謂債券是什麼呢 就是發行單位 跟你借錢的憑證叫債券 講白話一點 如果說是國債就是 比如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國債 或是說美國政府的公債 就是說政府向你借錢 那公司如果他缺錢 他一樣會向你借錢 所以說他就會發這個公私債 各位可以看到 公私債他其實就是企業的一種 所謂的直接融資的行為 如果說慶儀你開家公司 你缺錢的話 你就要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去銀行借錢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發債券 那去銀行借錢 我們一般叫做間接金融 然後去發債券 去資本市場裡籌資 我們叫做直接金融 所以說這個公私債的性質 等同就是說政府債券 它都是一種所謂的憑證 就是說有價的憑證 那它會有發行的日期 到期的日期 它會有利率 然後它有還本復席的條件 那當然我們在買公私債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要看它的平等 有些公私債 大家應該有聽過所謂的垃圾債 垃圾債就是 它的公司違約的機率比較高 它的平等比較低 垃圾債券台灣就很多了 我們一般叫做高收益債券 很多大家喜歡買高收益債券基金 對不對 為什麼喜歡去買它 因為它的配息很好 為什麼它配息很好 就是因為它的風險比較高 像蘋果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全世界超級好公司 它有沒有發公私債 有 蘋果前幾年不是來台灣發了一批公私債嗎 那全部被受險認走 那時候蘋果的利率不低 有3% 4% 所以也就是說 即使像蘋果這麼好的公司 它的公私債利率都有3%到4% 所以說大家可以去注意 像美國500大企業 他們所發的公私債 這些企業說要違約要倒 它不還錢機率很低 最大的風險就是公司倒 公司真的出事的話 還是優先賠給我們這些 借它錢的人 再來是賠給股東 所以你在買公司債的過程裡面 你曾經碰過最可怕的風險 公司倒掉了嗎 你有買過這種嗎 我目前運氣還不錯 是還沒有碰到公司在倒掉 但是有遇過說我買進不久之後 我賣掉之後它就倒掉了 真的喔 運氣這麼好 對對對 就運氣還不錯 就是在美國有一家公司 電信公司叫做Winsicune 然後它當時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看它 它是現金流量是正式的 然後就是符合一些 我們常常選債標準 我們在挑債券的時候 就像沐華哥講 它是一個憑據 所以就是希望說公司 它到期可以還錢 然後當時我認為說 這家公司可以還錢 然後結果我才發現說 看它的財報才發現說 因為這家公司它有官司在這 然後官司在這的話 就是如果它敗訴的話 就要提前還錢 那這樣的話它很有可能就會破產 然後我發現這裡點之後就趕快賣 想要賣掉之後的 應該是 所以你不會覺得在美國 跟我們比較遙遠 訊息比較不暢通 比較難以掌控 不會 你做債券嗎 對啊 其實債券的話 的確要收集一些英文資訊 但是我覺得我也都是用Google 很多人說英文不好 怎麼買公司在 怎麼挑 當然我都是用Google翻譯啊 用Google翻譯就可以了 用Google翻譯也是可以挑啊 這個是FINRA網站 它是美國金融監管局的網站 那上面有 就是像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要先去搜尋公司債券嘛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去看一下說 要票面利率 所謂的票面利率就是說 這家公司一定要給你付多少的利息 通常的話我就習慣選 應該是5%以上 票面率要5%以上 然後再來呢要去選那個到期日 到期日就是說 要盡量公司要多久之後才要還你錢 那我原則上希望要5年內到期 因為如果你真的太久 像是有的像星巴克 它發那種一發發30年 那雖然星巴克是一家真的很好的企業 30年後還有沒有星巴克 其實很難講 搞不好以後是水龍頭開起來 就有星巴克也不一定 所以說你要去想說就是 盡量選進一點的 然後這個到期之旅就是等於說 公司在來的年化報酬率 那我習慣挑7%以上 這麼好 就票面 就這樣的話其實 當下他那個財務狀況 可能都是會 感覺是還得出錢 但是通常他本身的業績 就是比較平穩 比較沒有成長 所以你每個月這樣配息 拿到的錢有多少 現在大約7萬塊 6、7萬塊 那跟你當警察的薪水差不多了 光配息 所以說 難怪就辭職了 我才想說來賠小孩好了 就是反正就靠這些配息的收入這樣子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也要教一下大家 美債相關的英文 好這個我們剛剛聽到的 Bounce債券 Coblade Bounce 這公司債 剛剛講過公司跟你借錢 那發給你的平均 然後這個Maturity Day 到期日 看這個債券 他發行的日期到期是什麼時候 這個時間到 他還傳還本金給你 還包括Coupon Rate 剛剛講過這個配息率 那基本上這個 你一簽約的時候 配息率就已經是確定了 看公司他發給你多少的利息 那Moodies Rating 就是這個目的的信頻等級 大家看一下這個信頻等級 當然這個評比越差的話 代表他的風險越高 但是你拿到期也會越高的 還有Trade Yield 就是到期的殖利率 到期的時候 你到底可以獲得多少的報酬率 這樣子會不會了呢 如果聽不懂沒關係 我們至少還有谷歌可以來問 好買公司在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就是像我前面講買公司在他最怕 最怕就是倒了嘛 就是倒了 就是違約風險 所以說你還是要去分析說 這家公司的財務狀況 那我就以我今年6月才買的 那個G&E為例子 它是美國 它是美國最大的 專門賣遊戲的公司 G&E是它的股票代號 但是它的全面叫做GameStop 遊戲驛戰 然後它就是專門賣一些什麼 PS4 XBOX 賣一些遊戲光碟 那這樣的話 其實它最近幾年 它的營收狀況並不是很好 是有點下滑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手機玩遊戲 沒有人再去買什麼PS4遊戲了 那要怎麼去看它的狀況 就是 這倒了 沒關係 看一下這個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第一個的話 我們看一下它的現金流量表 那這裡是翻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其實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這些表去哪裡找 這些表上Money Star網站就可以找 那Money Star的話 它可以提供中文的財務資訊 所以這裡我是從它的網站的頁面 直接截圖下來的 那經營活動產生的今天就是 營業現金流量 等於說它每一年日常營運活動 可以拿到現金 你當警察沒有學過財務吧 當然沒有 都後來學的 就是前面兩年就是讀了很多書 看了很多書 就是每天都跑讀書館借很多書 不要再說自己不會投資了 他就這八年學會而且退休了 就是學了蠻多投資的書 看了蠻多的 淨現金要越大越好 對 淨現金越大越好 只要是證書就好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是從資產負債表去看 一樣是看現金 因為其實我們還錢 一定都是用現金還 所以我不會去考慮存貨 也不會去考慮應收賬還 因為這些都有可能 收不回現金的風險 我們就只看現金 然後再來下面有一個長期債務 等於說這家公司要還多少錢 然後我們就看現金 是不是能夠償還長期債務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一年的話是 543 然後下面的長期債務是499 那這樣的話就代表說 現金大於長期債務 就代表說這家公司 他的財務比重其實是很低的 我們再看一下第三個 如果把他換算成比重的話 現在長期債務比重只有11%而已 佔總資產只有11% 然後現金也足以償還債務 然後他目前的殖利率是7%以上 就是非每年配期7% 淨現金比較大 這個現金購償還長期的債務 這個債務比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你建議一般人 他想要開始存錢退休 可以買這個公司債 新手也可以嗎 新手當然也是可以的 對 但是就是像我講 我覺得其實買股票還是買債券 容易一點 因為買股票他概念很簡單 就是買好企業替你賺錢 但是買債券的話就是 要稍微看一下這些 要看他可不可以還錢嘛對不對 對 要看他可不可以還錢 要有點財務概念 對對對 只要用一個可能性的 好企業替你打算 那麼就去看他 那只要坐在家中 什麼時候 我其實也會